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去收看光言健康原地 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 大肠癌的认识以及预防和治疗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请到 在医学中心的陈医生 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讲解 陈医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你好 刚才我们大概已经谈了一会儿 我想再谈一下 您除了普通做医生 然后还有在医学中心授课等等 听说你在业余的时候 还参加一些社区的公益活动 是吗 对 比如这个星期六 我会在唐城有一个乳腺癌的讲座 是怎么样预防乳腺癌 和执早诊断乳腺癌 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图 就是在荧幕上打出来 这是在福变中国教会和光颜社 一起举办的健康日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你特别 陈医生会参加那里一个乳腺癌 和乳房健康的一个特别的讲座 时间是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早上 十点钟开始到下午两点 地点在唐城地区的福变教会 我们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各科 内科 牙科 眼科 还有癌症的预防检查 非常精彩的检测 完全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陈医生你也常常参加 类似这样的这些公益的活动 把自己所学的能够贡献给社区 让一些人没有办法不方便 或者是语言方面没有办法去看医生做检查 都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些活动来帮助人 这非常好 非常高兴你 我自己也是在福变教会 所以我礼拜六会在福变教会也见到你 来参加这个公益的活动 非常的好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继续来谈一下 关于大肠癌的活动 那大肠癌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肠癌的位置 位置有直肠 节肠 那可不可以提一下 就是癌症 当然任何人都知道 癌症的话预防是最重要 对不对 及早发现是最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大肠癌有没有什么症状 就是觉得身体有一些特别症状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好的 大肠癌的症状 有可能是有些人腐痛 腐胀 不舒服 有时候呢 有些年轻人 比如四十多岁人 在以为是蓝莓炎 其实呢 是那个大肠 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穿破了那个肠膜 对 肠臂 然后就好像是蓝莓炎 然后一打开看 原来是大肠癌 蓝莓炎就是说 对不起啊 蓝莓炎就是说好像盲肠炎 对 对 盲肠炎的话 我们知道盲肠炎就是 这一线就是肚子痛嘛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是大肠癌 它把腹膜穿破 然后造成的这个疼痛 那位置上也会相同的位置吗 因为普通说盲肠炎的位置是在 幼下腹 幼下腹 在幼下腹 这是盲肠炎 但是假如是说这个因为大肠癌 而使腹膜破裂的话 也是在这个幼下腹这个附近的话 那就几乎很难去分辨到底是哪一种 对 所以很多时候要做那个CT的影像检查 或者是手术开了才发现的 有时候是这样 但是这比较少见 我是见到好几例是这样 但是最通常见到的是贫血 或者是大便规律的改变 比如有时候便秘有时候腹泻 腹泻 那就是每天入测的习惯也开始改变 也许每天都很规规律的 每天一次或者这样 那突然有所改变会变 这样的话都是一种征兆 对 然后50岁以上或者60岁左右的朋友呢 很多时候的表现是 要不是在医生诊所里头发现贫血 然后由贫血来继续来检查 是什么原因造成贫血 然后才发现大肠癌的 因为大肠就像一个溃疡 在肠里头的溃疡 不断地失血 所以就造成贫血 有时候是因为美国 有时候是50岁以上的人 做那个大肠镜的检查 然后早期发现这个大肠癌 经过在大肠镜里头的检查 是 就是说做大肠镜检查 我想等一会儿我们还会再 特别提一下关于预防方面 所以说是这样 但是所以这样看起来大肠癌 它的症状好像跟其他说肚子痛 腹泻 习惯改变 也是好像蛮平常的 是啊 如果有好几个星期 甚至好几个月 都是腹脏 腹部不舒服 或者是大便习惯的改变的话 那就要看医生 甚至要去做一个大肠镜的检查 或者是腹部的CT的检查 所以说你说腹脏的话 肚子肚子很胀胀的 你说要持续多少的时间 因为一两天胀是没有 你觉得大概一个什么的时间的时候 大概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都有这种腹脏的话 那就要赶快去检查 你觉得这个时间是多久 对 差不多是 如果有一个月以上的话 的话就应该去了 一个月以上 所以 有时候有些敏感的朋友 两三个星期也去 也有可能 对 就是比较敏感 比较小心一点的 也许一两个礼拜 觉得腹脏的话 那为了安全期间 及早检查 也没有问题 因为假如你有保险的话 就做些检查 所以持久下来的话 腹脏是会 那为什么大肠会造成这种腹脏呢 能不能很简单地解释一下 好 比如那个肠腔 那个肿瘤大到一定程度 那那个粪便 不能够通过阻塞了嘛 所以就像你塞水管那样 就脏了起来 就脏起来 对 所以它这个脏 只是肠子里面在脏 还是整个腹腔都会感觉脏的感觉 肠子里头脏 肠子一脏的话 你的腹部就觉得很脏了 只要肠子有这样做 腹部就会这样脏 是是是 好 那我们可以 然后它的就是说 那在生育部看到 它将来转移的情形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我们介绍 它在腹部里面 我们好像有一张图表 可以看一下 这个关于它的转移的情形 是不是 大肠癌转移 主要是三个渠道的转移 一个是血道的转移 很经常的话是转移到肝 所以最常见的器官转移 是肝栈转移 就是大肠会转到肝 因为它的离肝比较近 是不是 对 那个门静脉是直接到肝的 是的 我们这个图上 有这里有看到 第二个转移的途径 是淋巴结转移 这是 因为淋巴结是从血管一起走的 一些小的淋巴结 如果有癌症感染 是先到这个淋巴结里头 所以淋巴结转移也是最常见的 淋巴结 然后第三个转移 就是有一些癌症 像我刚才说到的 穿透了整个肠臂 然后就可以到腹膜的转移 所以这也是一种 会有三种转移的可能 OK 那在这个临床的影像这种检查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图片 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临床的这个检查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 手术之前呢 我们先造一个CT的影像学 CT影像学 CT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有带了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图片 CT呢 你看 这个是肝 这黑白的是在这边的是肝 你看那个小圆圈 黑黑的小圆圈 在肝的那个就是癌症的转移到 所以这个已经是转移了 就是说已经转移到肝的部分了 对 所以手术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CT的扫描 是如果是已经肝转移的话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做手术的 就是不能够做手术了 对 那就是化疗 然后你看这个图的 右面那个是肝转移的病理对照 你看那个红色的是肝 那些黄黄的圆圆的 那个就是大肠癌的肝转移照 哦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这个比较学术性一点 不过我们看起来也蛮有趣的 知道这个过来的情形 那可不可以 我们知道每一种癌症 大概它有几期几期的 第一期第二期 这个关于大肠癌 是不是也可以分成几期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所以我们刚才说大肠癌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那个治愈率是很高的 比如如果刚才讲到 淋巴结转移 如果淋巴结一旦转移了 那个治愈率是降到50%左右 就降低了 如果是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 那就是一期和二期 二期 一期的话治愈率是90% 对 第二期是80% 一旦有了淋巴结转移 就叫第三期 治愈率是降到50% 第50 如果是远处器官转移的话 比如肝 肺 骨 这些是最常见的器官 大肠癌转移的器官 那个治愈率是降到5% 所以你转到其他的器官的话 就所谓到第四期了 是不是 对 第四期 治愈率就会比较低了 对 对 但是还是可以治愈的 尤其如果只是转到肝 只是一个或者两个癌症的话 那个治愈率还是有30%的 如果是完全把它切掉的话 所以就算第四期也不要太失望 不要太失望 陈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希望 就是经理讲 就是说我们对于 就是得了癌症的话 我们都不要惧怕 也不要放弃 因为它的治愈率 还是蛮有希望的 特别假如是及早的检查 能够在第一期就 第二期检查出来 治愈率有90%的治愈率 这是很好的消息 先生 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些宝贵的讯息 我们现在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然后我们之后回来再谈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大肠癌的一些治疗 还有预防 我们等一会儿回来 我们等一会儿回来